金门撂罗港掀起恐怖巨浪 浪花一打比周边设施还要高 附近居民见状简直下沙 手机录影拍下惊险一瞬间 另外在金门新湖渔港也传出变电箱爆炸意外 就怕灾情扩大 警销人员一到场不敢松懈 通报台电人员断电抢修 大雨狂袭暴风横扫 金门风雨交加 连总兵署衙门口的百年大容数也被硬声吹倒 树枝断裂在地 不少红砖瓦碎裂撒在地上 场面触目惊心 根据统计金门不止狂风 豪雨也有不少居民惨受停电之苦 上午10点就超过7900户停电 户数持续增加 气象局同时也发布强风告警 将出现平均12级风或阵风14级以上的风力 这种风力到底有多强 有骑士牵着车 想骑却是寸步难行 在暴雨之中站都快站不稳 另外还有大树横倒在路中央 类似这样的路数倒塌案件就有30起 招牌垮下来建物毁损状况不断 甚至还有引发火灾 根据金门灾害应面中心统计 截至28号上午10点为止 就已经发生了43起意外 其中又以金城镇金湖镇金沙镇最严重 杜书润虽然逐渐远离台湾奔道 却仍然以中度台风朝金门前进 狂风暴雨酿成不少灾情 气热状不倒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